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个儿跟我一边高 也一米六五是吧 你看现在坐到这块 我妈都硕的 妈我问你个事吧 我看看咱们两代人 对一个问题是不是 看法是一样的啊 就是一个女的 她跟她自己老公离婚了 然后后来又找了两个 离婚的老公也是因病去世了 然后后找了两个 都是因为有病走了 要是按照你的观点 和按照你以往的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你认为这个女的和正常人 就是她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她就会经历这样一件事 你说说我听听 为什么 就你们那代人 过去对这样的事怎么看 所以你离婚了 离婚了 先离的婚 完她老公有病去世了 然后接连又找了两个人 完了都不是离婚的 后找这两个都过一段时间 完有病就死了 又两个死了 算她离婚老公三个人在她生命当中消失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这女的方老公 老公不是老公 方男的呗 都死了 这个女的方男的 这女的方男的呗 这就是是你自己认为的 还是过去要是有这种情况 就得把这女的定义成为她方人 是不是 是 她方人呗 这是你的看法 是吧 我和我妈有不同的见解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女的 她对健康就没有认知 我妈她们这代人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 就认为这个女的方人 方男的 这三个男的可能都是被她方死的 过去也有这样的女的 比如说原配 然后死了 再嫁又死了 又死了 然后呢 就整个村子 或者是整个左邻 右舍都得说 这女的方人 这女的方人 然后都得穿的 这女的就不能再嫁了 是不是 没人敢要了 没人敢要了 但是啊 我跟大家谈我的观点 我认为 我和我妈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赞同我妈的观点 我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呢 我今天给我妈说的这个事 是一个真实的事 是一个真实的事 就是间接的 有一个朋友跟我 告诉我 就有一个这样的女人 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女人在择偶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把对方健康放在第一位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女的对健康这方面的认知 是非常浅薄的 浅薄的 她对健康没有认知 她在选第一任老公的时候 她就没有 当时可能是她年轻 当时是年轻 她就没有注意到 她老公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抽烟喝酒啊 不运动啊 当然了 在40年前 人们普遍都不重视这些事 如果说一个人啊 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不会那么早的离开 另外呢 要看对方家里边 有没有遗传性疾病 这些她都没有注意 然后后边这两个人 其实随着年代的不断变迁 这么多年啊 一直在宣传 要注重健康 然后呢 要关注健康这个话题 其实她在找后边这两个的时候 她仍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后边这两个 都是因为脑血酸和脑出血死的 是吧 所以说 她一直就没把这个事放到第一位 今年啊 就是民政局给出的数据 这个离婚率又很高 但是今年的离婚率高 就不像以往啊 什么出轨啊 第三者插足啊 专家在介绍 今年离婚率高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相关不合 生活当中有一些认知不一样 谁也不想改变谁 所以今年的离婚率高 和往常的离婚率高 就不一样 比如说 谁也不迁就谁 在一个锅里吃饭 他想吃这个 他想吃那个 意见不一致 谁也改变不了谁 另外呢 就是有一些人非常固执 比如说 在饮食上 有不健康 另外一方 在干涉他的时候 彼此都不学习 彼此也 不去争论 对这件事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 就谁也不理谁 最后选择离婚 所以我再回到 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 未来啊 无论是年轻人找对象 还是老年人再婚 都不要把房子和钱 放到第一位 真正应该放到第一位 考察这个人 行不行 能不能和你共同生活 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应该考察他的生活习惯 对不对 应该考察他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抽烟喝酒呢 那你干脆就弄 那干脆就不行 你看 昨天 就是咱都不说是谁 怎么那么巧合呢 两个 两口子都得癌了 是不是 你说这这么巧合呢 两口子全都抽烟 两个人同时得癌了 字不起 现在女的字呢 男的放弃了 所以未来 人们 如果你 不说了 这个事 咱就点到为止 一会儿你又把名字 就说出来了 就是说未来 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把 这个生活习惯 健康的因素 放到第一位 如果说 你就图他家 有房子 图他家有钱 图这个人漂亮 然后呢 他生活一塌糊涂 哎呀 没有好的习惯 你即使是走到一起了 也走不到头 所以说 我这么一说 妈 你还坚持你那观点吗 是这女的放人吗 按照现在这个 现在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女的本身 她也没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她在 选人的时候 她在选人的时候 在那个点上 她是盲点 她并没有说 哎呀 我选这个人 我一定要看她 抽不抽烟 喝不喝酒 讲不讲尾声 也是习惯好不好 生活习惯好不好 这些她全不看 她没考虑 所以她最后 才是这样的命运 这样的结局 所以就是 中老年朋友们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可能有的人说 夫妻之间没有爱了 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衡量 那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 自己把自己的健康管好 自己把自己的嘴管好 凡是影响到 健康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要远离 所以 用现代人 这个生活 和对一些事的 认识的标准 和我妈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个人 对这件事 认识就不一样 朋友们 你们支持我妈 还是支持我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了 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了 谢谢大家